你不高兴你会怎么样 就是情绪比平时稍微低落一点 你这个里边有写你有抑郁症患病的经历 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影响你的抑郁的情绪 我询过医生他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可能那个身体稍微有点弱 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你是真是曾经诊断过有抑郁症 对 07年那个上大一的时候患过 要服药吗 要 已经到了服药的程度 后来走出来了没有 现在症状明显减轻多了 当知道陈永达是曾经得过抑郁症的时候 我心里边能感觉到那种真正界界的痛 因为我身边有两三个大学同学 还有公司的副总和好朋友 都得过比较严重的抑郁症 自己想要抓住什么爬上来 却又爬不上来 以前是因为什么患上抑郁症 就是刚上大一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我是到一个新环境 可能适应能力比较差 然后包括情感方面一些问题 情感方面一些问题 对 当时换发的 因为我在看你的这个 一些访谈点的时候 我发现你的确是个情绪不太稳定的人 他说有一份工作是因为出差发票 报销不及时 和领导出现沟通障碍 有这个事吗 有 有是吧 我当时怀疑他是给别的员工报销了 没给我报 你为什么会这样怀疑呢 因为这个领导一直嫌我的工资比较高 多少金额 多少钱 有个七八千吧 七八千 是你那个时候的一个月的工资 不到一个月的工资 其实他是希望你走的了 对